印章材质有几种类型 印章材质有七大类 分别是金属材料 金质材料 翠玉玛瑙材料 角质材料 石质材料 木材料 有机玻璃 印章是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 鉴定或签署的文具 一般印章都会先沾上颜料再印上 不沾颜料 印上平面后会呈现凹凸的称为钢印 有些是印于蜡或火漆上 信封上的蜡印 印章种类繁多 基本上可分为观印和丝印两类 印章作为一种雕刻和书法融合的艺术 适合中国书法 绘画密不可分的艺术形式 由于印章独具特色 所以在古玩鉴赏领域和古玩市场中 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印章名称很多 不下十几种 主要有 细 宝 图章 图书 图记等等 印章的形状有方 圆 长方 椭圆等 但方者居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